大家好,今天是風暴將至的一天,對中美兩國來說都是如此 中共這邊當然就是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突然出訪越南 一方面他收到了越南一個超規格的接待 而且他在講話之中也泄露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信號 另外一方面他的這次出訪在國內卻是被全網屏蔽 就隻字不提不報道 出了什麼事呢 美國這邊當然就是大選風暴了也是越演越烈 馬斯克毫無疑問他是站在今天的暴風眼之中 華爾街日報獨家爆料說馬斯克版本的一個通俄門事件 說他和普京一直都有保持定期的聯繫 兩人還討論了有關心鏈和台灣等等極其敏感的話題 同時在司法部對馬斯克發出一個書面警告之後 馬斯克依然是頂著壓力 在昨天和今天連續開出了兩張百萬美元的抽獎支票 馬斯克他究竟想幹什麼呢 他不怕上法庭真的不怕去坐牢嗎 還有就是我們看到在今天是左右兩家代表性的美國的主流大媒體 今天都對大選就是要背書誰支持誰一下子亮明了他們的態度 其中尤其是華盛頓郵報做出了一個接近40年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個舉動 這個意味著什麼呢 朋友們好啊歡迎來到遠見快評我是唐靖遠 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為了兼顧新樓兩個頻道的朋友們 我今天的直播呢將先在遠見快評這裡來和大家談一個話題 然後呢我們再轉到新的頻道就是靖遠開講去談剩下的話題 希望朋友們不要嫌麻煩請一定給予我們支持訂閱點贊我的新頻道就是靖遠開講 這個頻道的鏈記已經貼在我們今天文字區的置頂的位置 大家只要點一下就可以立馬轉過去了 好的下面呢我們就先和大家來談談習近平和張右俠的這個狀況 就在這個習近平他去出訪俄羅斯的卡山嘛 他去出席這個金磚峰會的同時 是中共的軍委副主席張右俠他就突然去出訪了越南 這個消息呢我想絕大部分身在中國大陸的朋友可能都是不知道的 因為呢官方媒體一概都沒有報導 這個就不是一件小事了 這個就再次的說明中共的黨內一定是出了某個大問題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先和大家來看一看就是張右俠這次突然出訪越南的一些重要的內容和一些細節啊 根據這個越南多家官方媒體的報導呢 說張右俠這次訪問越南他是一次正式訪問 大家要注意這個關鍵詞啊正式訪問 就是他的訪問日程呢是10月24號到26號 在24號的下午張右俠是攜帶的一個有很多呢是一個代表團啊 不是他一個人去 他帶的這個代表團就抵達越南首都河內 首先接待他的呢就是越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員 同時也是越南的中央軍委的副書記兼越南的國防部的部長 叫做潘文江大將是這個人接待他 但是這個接待的規格是非常高的 那張右俠他是先是去了這個胡志明的陵墓啊 然後呢潘文江就陪同張右俠檢閱了三軍儀仗隊 鋪著紅地毯然後呢雙方這個代表團就進行了一個會談 這次會談結束以後呢雙方是簽訂了中越兩國國防部的防務合作意象書 以及一份叫做邊防合作協議 大家也要再注意在這裡呢它也是一個重要的細節 過去有句話嘛叫做說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我們稍後再和大家詳細的解讀這裡面究竟埋藏了什麼樣的重要的信息 那麼在當天晚上24號就是越共中央的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蘇林 他就在越共的中央黨部是會見了張右俠 那麼蘇林呢他就請這個張右俠要轉答對習近平的一個 誠摯的問候和美好祝願等等 當然這個是屬於套話了慣例了 然後蘇林就高度評價說兩國中央軍委和國防部 在近年來有合作關係建議兩軍要加強合作管控分歧 維護好海上的和平穩定等等 這又是一個關鍵詞海上和平 然後張右俠當然他就是說祝賀越南革新開放40年 取得了很好的發展成就 他就表示說中國軍方願意貫徹落實雙方高層的共識等等 當然這些話也是話裡有話的 我們待會兒再來和大家講說 接下來就是在今天的時間 就是越南的國家主席梁強他也會見了張右俠 大家要注意看你看這個蘇林也好梁強也好 他們會見張右俠這個規格是相當高的 會見的場所非常的正式 而且這個會場桌上都是擺滿了鮮花的 而梁強他就高度的評價了潘文江和張右俠會談所取得的成果 包括雙方所簽署的那個文件和達成的協議 然後張右俠他就對他說他首次是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來訪問越南 他感到很高興 同時對梁強擔任了越南的國家主席表示祝賀 為什麼祝賀呢 這裡要跟大家補充一點背景信息 就是在2024年的10月21號 越南第15屆國會他們就有投票 就補選了梁強來接替轉任總書記的蘇林 當選了這個越南的國家主席 也就是說這個梁強當上越南國家主席 剛剛才過去了4天的時間 那麼以上基本就是這次張右俠訪問越南的官方報導的主要的信息 這些信息在我看起來就非常非常的古怪了 為什麼說古怪呢 因為這個再次說明中共黨內很有可能已經發生了大事 習近平的權力地位很有可能發生了某些重大的變化了 我們先讓大家來說說就是最奇怪的幾個地方 首先第一個就是張右俠剛才我們提到 他這次是很正式的訪問越南 他並不是一個人去的帶著一個代表團 而很高規格的去的 和這個越南的黨政軍的一把手全部都有進行了會談 所以大家想想啊 如此正式的一個高級別的大型外交活動 中共所有的黨媒官媒大大小小的居然一概沒有報導 作為官方通訊社的新華社 就連一句話的那個快訊都沒有發 只有個別極個別的自媒體 比如在網易這些平台上面有這麼轉發了一下 與此形成一個鮮明對照的是呢 越南這邊卻是所有的大小官方媒體 都在這個高調的報導張右俠的來訪 你一查你就會發現什麼圖片啊視頻滿屏都是 顯然就是越南呢 他是把它作為一次重大的外交活動 這是正常的報導的 而且從這個越南報導的這些語調呢 規格你可以看到 越南顯然是是比較滿意的 就是對這次張右俠來訪會談簽了協議 這個結果他們是比較滿意 才會如此高調的非常熱烈的來報導張右俠的來訪 所以這又是一個極其詭異的畫面對吧 第二個呢就是我去仔細的查看了越南各大官方媒體的報導 就發現啊所有的報導儘管這個內容的文字大同小異 但是有一點是非常奇怪的一個共同點 就是張右俠他不管是跟誰談話 自始自終他沒有一個字提到習近平 尤其是在兩個非常重要的場合 一個是跟這個越共總書記蘇林的會見 那個蘇林呢他就說 請張右俠要轉達對習近平的問候和祝願 然而呢你會發現張右俠他就居然沒有說 轉達習近平對蘇林的問候之詞 另外一個就更反常 就是梁強是吧 國家主席在會見張右俠的時候 張右俠他說他對梁強擔任國家主席表示祝賀 居然他都沒有說有任何要先 帶習近平轉達對梁強祝賀的言辭 我們都知道要從表面上說啊 張右俠他是比蘇林和梁強的級別要低的對吧 外交上是不對等的就是不管怎麼說吧 蘇林和梁強都是屬於一把手 是國家最高級別的這個領導人 張右俠他只是一個軍委副主席嘛 所以呢對這個蘇林的問候也好 和對梁強的這個祝賀也好 他必須得是由中共的總書記兼國家主席 習近平來發出 然後張右俠他要先為代轉是吧 我們習主席我們習總書記 對你進行問候對你進行祝賀 這才是符合一個最基本的外交禮儀的 從來都沒有說這個張右俠他 他只是作為習近平的一個下屬 他自己就去直接的祝賀梁強當選主席 他卻不轉達他的上級習近平 對梁強的祝賀的這樣一個道理對吧 而且呢你查看這個越南報導 張右俠他在各個會談之中的講話 在過去呢張右俠他只要是公開講話 一定是言必稱習近平如何是吧 習主席如何 這次他會見了越南的黨政軍各級的領導人 不管是談到兩國的關係 還是談到當前的這個時局等等這些內容 一次習近平都沒有提到 僅僅只是一個非常模糊的說 兩國高層達成的共識一筆帶過 第三一點呢就是 越南這一方接待張右俠的規格是高的不正常的 他不像是在接待一個 比自己的外交級別更低的副手官員 而更像是在接待一個和自己平級的一把手 張右俠的地位的變化呢 他明顯就和幾個月前不是頻頻傳嗎 說張右俠他被內控了 他被軟禁了 已經幾乎到快要消聲立即的這樣一種狀態 跟現在張右俠的高調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而且呢張右俠他在出訪之前 他剛剛才在就是中共的軍隊之中 搞了一個大動作 出訪越南 他又去簽訂了一份非常敏感微妙的協議 都說明說張右俠的身份地位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那麼張右俠他究竟搞了什麼動作 他又簽訂了什麼樣的協議呢 我們現在就請朋友們 立即點擊我們今天節目文字男置頂的這個鏈接 到我的新頻道就是禁遠開講 我會在那邊繼續和大家來解讀這條奇怪的新聞 然後呢還和大家一起來討論 美國大選非常重要的幾個焦點 那麼這些焦點他都顯示出來 大選的競爭現在已經開始明朗化了 但是呢大眾的擔憂也在開始迅速的升溫 由於我現在的這個頻道啊 就是遠見快評這個頻道 突然被莫名其妙的取消了盈利 那麼為了持續的發聲 我們就不得不轉移到這個新頻道 請大家現在就點擊近遠開講 我馬上就到那邊去 等候大家一起來 我們一起討論新聞 好的 謝謝 各位新的朋友好啊 歡迎來到近遠開講 我是唐靖遠 我們就接著剛才張右俠訪問越南這個話題 來繼續的討論 那麼根據新華社在22號的報導 就說是經習近平批准 全軍合成訓練現場會 這樣一個會 是20號到22號在河北張家口 有正式的召開了 那麼張右俠他就出席了 的會議而且還觀摩了示範 課目的演練以及夜間的實彈演習 演習完了之後呢他就要參加了一個 叫做訓練交流的總結會 便就發表了講話嘛 大家要注意啊 這個會議呢他說是習近平批准以後才能召開的一個全軍系統的高級別的會議 但是問題是面對如此重要的一個全軍的會議呢 20號和21號都還在北京的習近平他居然沒有出席沒有去發表講話 他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說你到這個會場去發一個開場白 難道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 對吧 要知道在過去呢這個可是習近平習一尊他絕對不可能缺席的一個場合 而且呢就是張右俠他在講話的時候只有一個副手叫做王鵬的和他一起坐在主席台 估計王鵬可能是做過記錄啊啥的 以前呢始終和他是並列出現的另外一個軍委副主席就是何衛東 他卻在台下聽講拿著筆記在那兒記筆記呢 就完全不像是一個平級的關係而更像是一種上下級的關係 這個王鵬裡查查就知道他是中共的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的部長 他和張右俠呢是一樣的參加過當年對月作戰的 是合成作戰的一個專家顯然就是屬於張右俠的一位親信了 那麼這次張右俠他在訪問越南的時候呢我們剛才和大家有提到是吧 他們簽訂了一份叫做越南國防部與中國國防部的邊防合作協議 大家想想啊這是兩國國防部簽訂合作協議 而中共這邊的國防部部長董軍居然不在 他沒去越南是張右俠帶他簽的 大家都知道這個董軍跟這個何衛東他可都是習近平的死黨親信 他們現在都不約而同有一點靠邊站了幾乎成為了一個隱形人 所以大家想想這會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 還有啊大家要注意剛才我們提到了張右俠他簽的是什麼 叫做邊防合作協議 眾所周知是吧中越兩國的邊界最大的爭議是什麼 就是南沙西沙那有很多個島礁它的主權爭議嘛對吧 這次的這個越南黨政軍的領導人呢他的談話 你會看到每個人在談話之中他們都提到了南海問題 所以我們就完全可以做一個合理的推測 就是這份邊防合作協議 是不是有可能會涉及到南海糾紛 那麼中方這邊做出了一定的讓步才讓越南這邊感到很滿意很高興呢 眾所周知就在本週一印度官方才剛剛宣布 說這個中印雙方就邊界爭議達成了一致 接觸爭議地區的對峙並且就脫離接觸 儘管這份官方聲明沒有提到一些細節 但是你查查外媒就是路透社也好BBC也好 他們都有報導說中方這次是做出了一個比較大的讓步 目的就是緩和中印的雙邊關係 所以大家看到嗎從印度到越南這個焦點問題 都是一些邊界的主權爭議問題 此前的關係為什麼都搞得很緊張呢 就是因為習近平他在習近平這個時代吧 他一尊的那個時代 就是要以厲害國崛起的這樣一種姿態 他要表現非常的強硬是吧 然後就造成了說在這個邊界問題上頻頻的 就是使出一種去動用武力啦非常強硬的姿態 造成雙邊關係緊張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客觀的現實呢是 中共軍方在全面的開始轉向去讓步在放軟姿態 這個其實就等於是已經否定了習近平過去定下的說 要奮發有為 要進行偉大鬥爭的一個基本的方針 說白了就是在實質性的放棄戰狼外交了 所以呢我還認那句話以前說過多次 你就說一次反常可以說到是偶然 如果說連續的出現反常他恐怕就不是偶然對吧 當然如果說對此有不同觀點的朋友呢 我們也非常歡迎大家給我們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來進行分享和討論 同時呢我們當然也可以來繼續的保持觀察 我說過就是如果說習近平他的權力基礎出了問題 一定還會有越來越多的跡象 他會被有意物意的釋放出來 因為中共當局他們一定會設法讓整個局面是軟著陸 就是最大限度的減輕震動 我覺得大家可以的心能 也請滿身動的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